哈囉 各位小歪 我是阿歪 我們今天終於要來玩這個碰堂挑戰啦 豬裡面的錢也太少了吧 這集場呢 是我開粉絲場的時候 邀大家一起玩的 大家手下留情 我手下不會留情 阿歪你的牛角 阿歪你看這個人的名字 要準備開始囉 幾個打火機啊 一個 進來會有一個準備時間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準備去唱打火機囉 像是這邊地上有一個紅紅的那個就是打火機 一場好像只有一個 像是我剛剛手術太慢就沒有搶到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搶碰堂 那像是我們這種手殘的呢 就是盡量去找那種形狀比較簡單的 我本來要去搶圓形的但是沒有搶到 那如果你自己沒有搶的話 電腦就會幫你分配一個喔 像是我就被分配到一個蝴蝶的形狀 我之前玩我都會把手指放在針的上面來操控 然後就很常擋住自己的視線 我後來才知道在雕刻的時候 你要移動那根針 不用把手放在針的上面 就是只要放在旁邊的螢幕上都可以遙控 你們怎麼跑那麼快 小心一點阿歪 我每次都覺得我明明就沒有碰到中間的碰堂 但是中間的碰堂就裂了 阿歪會死了 等一下用完打火雞的人給阿歪 完蛋 我的粉絲真的好善良喔 到底要怎麼用阿 完蛋了我的碰堂越列越多 火雞就很麻煩 對阿就很慢了阿沒有打火雞 像是我練到這個程度就會被槍殺了 我是沒有用打火雞的人 我死掉了 阿歪死了 所以我用這單數 氣死我啦我要再挑戰一次 阿我要玩到尾火 好啊 那會不會玩到明天喔 你們不要這麼搶啊 不會 不會啦 阿歪你 我很誇張喔 阿歪你 如果我搶到打火雞 我借你 因為我很快 像我一開始一直旋轉 想要找一下打火雞在哪個方向 全部打火雞記得給阿歪喔 打火雞在哪裡 怎麼剛好都沒看到 那地上這個銀色的圓形盒子就是碰堂喔 可是你不要隨便把它撿起來喔 因為這邊的話是 幽靈的圖案 幽靈的圖案有點難雕刻 我想要找簡單一點的圖案 那剛剛浩浩傳授的秘訣就是要 割外圍一點 不要割太內圈 我就來試試看這個方法有沒有效 那像我摳這樣沒有見底的話都不算喔 我一定要摳到那個灰色的跑出來見底 旁邊的糖餅才會掉落 我要打火雞 為什麼有人在彈叫阿 阿歪嘛 什麼都沒聽到 不是他有那些邊邊角角 你邊邊角角 連結組你要整個把它弄掉 要邊邊那個那個盒子的顏色 他一直在彈叫 那邊有盒子的顏色 那邊有盒子的顏色 他媽我就說要等到明年了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次比一次進步喔 這是扣的範圍比較多了 打火雞 你要扣大火雞在哪裡 剛好這個方向都沒有打火雞 打火雞 打火雞已經被別人搶走了 搶不到嗎 阿我剛剛沒有把三角形的撿起來 太可惜了 哪裏有三角形 喔我看到了 欸欸欸欸 不要放棄 我看到三角形了 我是薑餅的 像是我們之前只能用針來刻的 就刻超慢 如果打火雞的話就可以很快割完 喔喔我第一次割出有一個碎片掉下去了 太感動了吧 欸有喔我覺得我越來越掌握過技巧了喔 你真的要從外圍去割 不要盡量不要碰到那一圈 我好喔 這時候我的旁邊突然出現了打火雞 有善心人士施捨給我了 我太感動了 那你就要先按打火雞 我可以把那個針給燒熱 哇有這個打火雞割起來 就有個滑順溜溜 快了快了 加油 我現在只差一點點了 但時間也只剩10秒 好緊張 我突然發現原來是因為我的針變冷了 阿我加油阿我加油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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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 快點緊張 沒有 欸我這個真的差一點點欸 太可惜了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為什麼我沒有啊 我們看一下我剩多少 哇97%欸 只剩3%就解完了欸 我97%欸 你們要讓我過關這個影片才會上啊 我覺得自己要有機會上欸 這關鍵就是打火雞啊 關鍵 欸打火雞到底在哪裡啊 現在我決定了 搶不到打火雞 但是我們要搶到好的碰堂 先把那個三角形的碰堂給拿走 沒有打火雞也要搶到三角形 欸我是雨傘欸 我是三角 那我現在才發現原來可以用左手欸 因為我是左撇子 這樣就可以用左手來控制真的方向了 欸可是我覺得三角形的碰堂 好像比一般形狀的碰堂還要厚欸 我都要割超久才能見底的 也太厚了吧 像是如果你有割成功的話 它旁邊就會掉落 我的天啊 三角形真的好難割喔 怎麼那麼厚啦 我給你了 感謝你 感謝你給我打火雞 有打火雞真的輕輕鬆鬆 那我這次有記得在打火雞用完的時候 趕快把它點燃 啊這個時候我還以為我自己已經過了 不知道為什麼它沒有顯示讓我通關 欸打火雞真的很長 我才發現原來是下面那邊我沒有把它弄乾淨 什麼意思 三 二 一 差一點啦 差一點啦 這樣子嗎 哈哈哈 欸我也是像第一次通關 爽啦 欸我真的是壓秒極限過關 原來我是所謂的女版陳其勳 我剛剛想說我到底是哪裡沒攻 哇我發現我很常常是壓秒過關欸 這次我就先朝著一個方向衝 哇太幸運了 剛好看到打火雞 耶被我搶到了 趕快搶到了 我本來想說要搶三角形的碰堂 可是已經被搶走了 哇那個雨傘的一定超難用 跟著阿歪 跟著阿歪 阿歪給我 我被分配到幽靈的 但還好我有打火雞在身上 哇 那現在如果你自己用完打火雞 你也可以把打火雞借給別人喔 但我感覺以我的速度 我自己用打火雞好像也要用很久欸 這麼強喔 要摳眼睛嗎 我原本還以為 幽靈要把嘴巴也摳掉 結果不用摳 我的幽靈碰堂差點就碎了 我也還沒 欸 那什麼我還沒好 就代表我有一些地方沒有虧好 欸我摳完了 耶摳完囉 我可以把打火雞給別人了 那我們要怎麼把打火雞給別人 你走到他旁邊然後點打火雞 他就會把他 給你 哈哈 我自己剩下不到10秒才給別人打火雞 不知道他用不用得到 我給他打火雞了 那他還是要 哈哈 哈哈哈哈 欸那個沒有打火雞都摳得比我快 那只要通過五次的碰堂 就可以去解鎖魷魚沙了 但是其實魷魚沙就是一般的太空王人沙 就是沒有繩之版的那種 不用玩魷魚沙 我原本以為魷魚沙的地圖或是造型 會不會有一點不一樣 結果完全一模一樣 有點可惜啊 感覺這場的碰堂好像沒有比較簡單的造型 那就隨便挑一個吧 那你們最喜歡割哪一個造型呢 我發現我還蠻常拿到蝴蝶的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喜歡三角形 因為三角形那個糖餅真的好喝 欸我只是徒手切碰堂的技術好像蠻不錯的 他這個雕刻劍 那我來挑戰看看不用打火機來過關好了 加油 我本來想說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 不要依靠打火機 但這個秒數讓我有點緊張 我還是用一下好了 就是這麼沒酒 一定要把那種邊邊角角割乾淨 對 剛帶著 美麗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